丈夫失踪 妻子外出寻找 二人为何一去不回 一开始的这个导火线 它就是在当初买车的时候 这个两千元的大礼包上面 这可能就是一个伏笔 平淡无奇的小事 埋藏着怎样的杀鸡 老是坑我 从买汽车到现在一直坑我 所以去里面居然很深 如果退不掉要干哪 真相的背后是否另有隐形 如果不是有很大的矛盾 或者是积累了很长时间 在这样子的突然的爆发出来 可能也就下不了这个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在江苏省无锡市 今年九月份 有一对小夫妻忽然之间失踪了 先是丈夫 好好的去上班就不再回来了 然后呢 妻子因为忘带家里的钥匙 所以呢 要去找她的丈夫取钥匙 也就不再回来了 只剩下了一个上小学的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5年9月14日下午 家住江苏省无锡市前乔针的洛宇市 带着儿子徘徊在自己家的门口 这一幕被他的一个邻居看到了 进不去啊 不过呢 就钥匙在他的老公身上 他老公出去办事了 原来洛某没有带家门的钥匙 只好和儿子在门口等待自己的丈夫杨某 热心的邻居 见母子二人已经等待了一段时间 便招呼他们在自己家里吃了晚饭 想到自己的丈夫还未回家 洛某打起了电话 想催促杨某尽快回家 一直打电话 打了电话 很多的电话过后呢 打了手机没电了 就借用这个邻居的这个电话 支持他 平时丈夫都是按时回家的 很有规律 即便连时有事不能回家 也会告知妻子 今天这么晚了 竟然连个短信也没发 洛某着急起来 开始不断拨打丈夫的电话 手机电池的电量很快见低 莫名的担忧 开始在洛某的心头蔓延 无奈之下 他指着借用邻居的手机 继续联系自己的丈夫 终于打通了一个电话 而且对方是自称 是他老公的一个朋友 说杨哥在我这边修电脑 忙完了我们一起在吃点夜宵 他酒喝多了 令人意外的是 接电话的人并不是自己的丈夫 杨某因为生意经常外出 为客户修理电脑 所以当得知丈夫是外出办事 洛某也稍微安心了一些 但是天色见弯 钥匙也还在丈夫身上 洛某不得不通过来电者 继续催促丈夫 赶快回家 家里的钥匙没有带 现在还在等杨某回家 要赶快回家 他老公在帮他修电脑 过后对方知道他 就是没有钥匙 跟他儿子进不去 对方就是过了没多久 把这个钥匙送到他家里来了 电话里的人似乎很是通勤打理 很快就打车 来到了洛某家的楼下 将家门钥匙送给了洛某 拿到钥匙的洛某 想到自己的丈夫喝醉了酒 如此在外不安全 而且自家的车还在外面 出于对丈夫洋某的关心 洛某先是上楼 安着好自己的儿子休息 随后又回到了楼下 我跟您话过去 顺便还可以把车子开回家来 如果洛某的丈夫洋某 真的是喝醉了酒 那么来恋者 为什么不将洋某一起送回来 而只是带回了洛某家的钥匙呢 洛某此时似乎并没有想那么多 出于信任 洛某和这个颇有些神秘的人 一起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就把他儿子安着好过后 跟着这对方这个人来送钥匙的这个人 离开他家里 离开家里不后就不家了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第二天外出办事的洋某和出去寻找他的妻子洛某 依旧未归 而且没有与任何人取得联系 孩子还在家中 不管因为什么事 夫妇二人都不可能将孩子一个人丢下 而毫无音讯 洋某夫妇的亲友们都担心了起来 昨天说已经失踪四十八小时 二十四小时以外 三十六小时了 人怎么失联了 打电话都不接啊什么的 那次我记得蛮清楚的 然后我就跟我们任总就把这个情况讲了一下 任总就说 他说那帮他就是大家一起吧 喜新一点就是发到朋友圈找找看 不知不觉间 夫妇二人已经失联整整一天 种种猜测 让众人心里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面对这种情况 亲友们立刻报了警 后后老婆离回了 老婆出去找了 两个人同时失踪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洋某夫妇究竟去了哪 难道他们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吗 是那一天应该是2015年的9月16号 我那天值班 8点半的时候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然后说就青年大桥下面的这个绿化带里面 发现了一句女尸 位置在这个位置 脚朝东 这样躺着 在旁边的香蟑树下面 发现了有一滩30x45厘米的血迹 然后在这个血迹里面 发现了一些疑似的小的碎的骨片 然后在香蟑树旁边的这个草丛里面 还发现了一副女性的眼镜 当然在眼镜的周围 我们还找到了几颗牙齿 就在杨茂夫妇失踪两天之后 一具女尸被市民发现 我看看她好像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那个脚都发白了 因为当天晚上是下雨了 下雨那个脚发白了 我估计已经死了 后来等到法医来检验以后 法医来检验以后就发现 这个死者是个女性 她的伤势主要集中在头面部 她的衣着 衣着几乎是完整的 她的项链 手上的手链还全部都在 案发现场在雨后 显得格外凄凉和恐怖 民警立刻对这起恶行的刑事案件 展开了调查 因为发现的是一具无名的女士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线索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 要从这个查找诗员开始 被害人身份的确认 是当务之急 几乎就在民警们展开调查的同时 杨茂夫妇失踪的信息 被民警们敏锐地发掘了 那么当时她抱失踪的是 一男一女 是夫妻两个 然后根据她对失踪人员的描述 其中有一名女性 她的年龄 失踪当天的穿着打扮等等 与我们发现的这具女士 非常相近 突如其来的巧合 让杨茂夫妇周围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但到中午的时候 独立家店的小伙子说 在网上 说在九龙舱发现一具女士 然后我们说不会这么巧吧 总归是有一点点 有一天说新闻里发现女士什么 我们当时还侥幸说最好不要得到 就是说别人呢 因为她儿子在家里啊 她因为如果是一天两夜没有出来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还蛮危险的 然而事实怎样 仍在民警的调查 动人在担心阵雨 只能默默的祈祷 并等待最终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找来这个 这个施工人的照片 跟他比对 然后再找来这个施工人的亲属 让他来就是辨认遗物 过后呢通过回访过后呢 就是确立死者 所以他所谓就是他们暴事 真的这个将来是一致的 两天的苦苦煎熬 居然等来了最坏的消息 这让夫妇二人的亲友们都无法接受 然后确定了是落寞 他们嫁出来确认过了 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傻了 坐在车里面傻了十分钟 就突然之间很惊讶很惊讶 就是懵了就是之间 然后晚上回去 我老婆一晚上没事要叫 为人蛮好的 跟我们周边的人说说话都挺好的 然后你叫他干什么事情 也都蛮爽快的 性格什么都挺好的 而且平时没有 当下什么啊 可以 说话蛮和气的 也不是那种难说话的人 就是不爱理不理的 不是这种人 杨宝夫妇 是在无锡一家电脑通讯市场 做电脑耗材生意的 从夫妇二人的朋友口中得知 夫妇俩平日里为人和善大度 人缘好 不应该招致杀身之祸 然而当前 洛某已经遇害 杨某则生死不明 案件的侦破 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事实的真相 更关乎杨某的命运 那么既然现在 洛某的这个尸体 已经发现了 那么现在 这个杨某又在何处 当时这个问题 也一直紧紧 围要在我们 真材人脑海之中 我们也担心 会有更坏的结果 为了尽快向犯罪嫌疑人 绳之以法 毕竟最大可能 挽救杨某的生命 民警们的排查工作 迅速展开了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这个被害人小两口呢 是从苏北扬州到苏南无锡 去打拼的 然后在当地的那个电脑通讯市场 有自己的摊位 据说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已经买了车买了房 而且呢 两口子都是本分生意人 没听说跟谁结过什么仇冤 也没见他们跟谁有过什么争执 而且这两口子自己的生活 也非常平静和正常 比如说出事的那天中午 他们的合伙人高先生 跟他们一起吃的中午饭 吃饭的过程中呢 这个小两口很高兴 是因为说 今天晚上他们要同学聚会 所以对这个同学聚会 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因此在晚上临下班的时候 高先生先走了 还跟他们告辞说 那我先走了啊 祝你们今天晚上同学聚会玩得开心 第二天 这两口子都没来上班 也没再开店 然后高先生就想呢 可能是昨天玩太高兴玩累了 今天的下雨 他们可能想休息一天 就不以为意 第三天 依然不上班 依然不开店 这个高先生开始担心了 因为联系 他们又联系不到 然后就想说坏了 肯定是前天同学聚会啊 玩得太高兴了 喝了酒了 弄不好啊 酒后驾车 结果让警察抓起来了 这可就糟了 可事实上 如果真的这样倒简单了 其实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也更悲惨的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调取了 作为死者 这个女的 和她老公 两个人 就是用着手机 就是发现最后一个通话的一个 一个人嘛 最后排查下来 有一名姓 故的男子 那么就进入我们警方的视线 过后我们不是周边的监控 已经调取了 调取过后发现 这个最后一个通话的这个人 在案发的时间段里面出现过 回想起杨某夫妇失踪的那个夜里 洛某为了找回丈夫和一个神秘的来客 一起出门 从此并要无音讯 而当天夜里来送钥匙的人 经民警调查 正是杨某夫妇最后电话联系的人 而且监控显示 这个人在案发当天 确实在现场出现过 他会不会也是杨某失踪的元凶 在短短一天之内 犯罪嫌疑人顾某就浮出了水面 民警们迅速对其实施了抓捕 他妻子叫人去上班了 结果那个男的 我们去上门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在家里面看电视的 过后在他的家里 在当天好像下落 四五点钟的时候 在他所住的地方把他抓住了 那男的 他就没去上班 那就带在家里面打游戏啊 看电脑啊 就是这样子 抓捕行动的过程非常顺利 嫌疑人顾某并没有潜逃或进行任何抵抗 经过审讯 顾某对杀害洛某的事实 供认不讳 民警们也终于得知了杨某的下落 而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 杨某在洛某被杀之前就已经遇害 结果就是在这个维修电脑的过程当中啊 两个人又产生了口角上的矛盾了 就是说着说着 就是说着说着就开始动手了 这个死者杨某的人身材高大 很强壮 那就是几下就被他安打在地上了 打不过对方 打不过对方怎么办呢 他就爽到了车子里有一把锤子 过后他就拿了这个锤子 上去就砸了对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这个贤人顾某的话 他打不过被害人杨某 那么他就拿起手中的这个阳头 猛击被害人杨某的头部 身体各个部位 直至这个杨某失去反抗为止 原来九月十四日下午 杨某来到顾某家中 为其维修电脑 双方在维修过程中发生了争执 愤怒中 顾某拿起了家中的狼头 将杨某杀害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个防盗门 下一看这个屋子好像挺干净的 但是我们仔细勘察之后 在这个热水器的侧面 发现了很多的点状雪级 这个点状雪级 包括墙上一个 实际上这个就是 应该是两个人在搏斗的时候 飞溅出来的雪级 这是这个房子的卫生间 当时我们来勘察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拖把调整 水盆 拖把调整和水盆 当时是很多的 我们仔细检查过以后 水盆拖把上面都有新鲜的雪级 应该是嫌疑人打扫 现场时候用的 虽然经过顾某的打扫和处理 但现场斑斑的血迹 仿佛还是让我们依稀看到了 当时的惨状 凶暗发生 本是杨某和顾某两人的冲突 却为何会拨及杨某的妻子呢 她为什么还要杀死洛某呢 杀死过后 她准备就是想这个尸体怎么出遇的时候 死者杨某 她的老婆来电话了 但是先生顾某的话 不敢去接这个电话 直到后来 她想想实在没办法 如果说再不接这个电话的话 有可能这个妻子 就是被害人的妻子 洛某会找伤门了 那么找伤门来的话 事情就会半落 慌乱之中 面对杨某妻子打来的电话 顾某因为害怕 不得不接听了洛某的电话 为了掩藏真相 她谎称杨某喝醉了酒 然后将钥匙送还给了洛某 然而 面对执意要寻找丈夫 而跟随自己的洛某 顾某的心中更加慌乱 于是便有了十四日当晚 两人共同外出的一幕 而正是这次同行 将洛某带上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在这边 有一男一女下车 那么这一男一女 就是我们案件当中的 闲人顾某和被害人妻子洛某 那么这两人在这个桥洞底下 大概交谈了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交谈完之后 就穿过这个马路 沿着这条运河西路 再往南走 这个时间上长他准备下了 退运 实际上他在动脑袭 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过后 讲还是不讲 他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呢 所谓的是实际上的阳母他老婆 就一直在催塌 在洛某焦急的询问和催促下 顾某始终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 事实的真相显然已经无法隐瞒下去 慌乱中的顾某 在情急之下做出错上加错的行为 因为当时有路灯 突然就发现这个闲人阳母和闲人顾某 他的脖子里面有血迹 身上衣服上都有血迹 那么就问是怎么回事情 当时闲人也觉得就是再也瞒不住了 那么就把事情全部告诉了被害人骆某 那么这个时候 闲人为了防止行迹败露 在这个人行道上 在我们运河清零大桥南沙道人行道上 也把被害人骆某给杀害了 并且抛尸于旁边的绿花带帐户 杨某夫妇惨遭杀害的事实 让人不寒而栗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修电脑这样的小事 为何能让犯罪嫌疑人顾某如此的恼怒 以至于要对杨某夫妇吓死毒手 难道他真的就是一个残忍极端的人吗 就销售顾某 都一样的 买车的 他的业绩的话 应该说是非常出色 他应该说 基本上是每个月都是消灌 就是卖车卖的最多的 其实我师傅这个人坦白讲 他的平时的性格各方面也挺好的 然后包括我们店里 都是讲他这人平时也是蛮好的 可能他平时他为人真的很老实 很失诚的那种 就是大家都是没有什么性格的 就是很随和的 也不会跟人啊就是主动发生矛盾干嘛的 顾某原始一家汽车4S店的销售员 他的同事告诉我们 顾某平时带人和善 工作上非常努力 业绩也很突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努力上进 深得同时认可的人 又为什么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呢 时间进入2014年 顾某也就是在这一年 结识了前来店里购车的杨某 两人顺利地签订了购车合同 但杨某却因为一个附带了礼包 而迟迟没有付款 顾某自讨腰包 将2000元现金送给了杨某 从而促成了这一次交易 两人也顺利成章 成了朋友 一段时间后 顾某的妻子准备开一家服装店 需要安装一套监控设备 此时的顾某自然而然地 想到了做电脑耗材生意的羊毛 平时来往顾某 他知道他做这个生意的 顾某安装监控的生意 也让他做了 做了过后他感觉就是这个监控 装了过后也站他去 他认为嫌疑人跟这个杨某 已经是朋友了 对吧 而且在做汽车生意过程当中 我是贴钱给你的 对吧 到了我就是嫌疑人要去求杨某来装监控的时候 你怎么也得给我便宜点吧 是吧 结果杨某去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是就是比平常的价格还要高 本想借朋友关系省下一部分钱 顾某没想到杨某反而借机杀手 暗中宰了他一笔 联想到两人出石时的购车经历 顾某心中越发的不快 然后呢就问他买了一台电脑 就是连了网络以后办了个网店 当然一开始是去安装电脑 包括安装电脑的软件等等 那么到后来由于这个顾某反应 电脑经常出故障 前两次的经历已经让顾某耿耿于怀 而从杨某那新买的电脑又开始故障不断 顾某越发确信 可杨某这次买卖自己再次挨宰 于是怒火中烧的顾某 三方无次的催促杨某来加重维修电脑 就是那台机器们还老出问题 让他来修 他有几次三番的推脱不来 后来终于来了 大概修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矛盾 从口诀开始到动手 面对于自己争持不下的杨某 顾某心中以往的所有机缘 似乎像恶魔一本找到了一个倾泻口 互相的推散中 已经失去理智的顾某 不顾一切的拿起了榔头 拼命的向杨某砸去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就这样被开启了 他在2015年9月14号晚上 把被害人杨某杀害之后 那么到当时当天凌晨 他就把被害人藏匿在一辆汽车后备箱里面 到了9月15号晚上 那么他当时想要把这个尸体去处理掉 这辆车子都是杨某的车 嫌疑人杀死杨某之后呢 就是用这辆车来运送和丢弃十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汽车 后保险光的外侧 这个还是血迹 这血迹 能过来 这还能拍到 这个应该是尸体摆在这个车箱里的时候 应该头部在那个位置 这个当时就应该是头部 称上的就是在汽车上面留下来的血迹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当时血迹是比较多的 当时他把这个车子就停在这个路边 然后他把后备箱打开 然后一个人就是拖着尸体的手 把他直接就是抛进这个河里面 之后民警们根据顾某的供述 来到了一个叫凤凰岛的公园 几经搜寻终于发现了杨某的尸体 那个地方是一个 就是从湖里面突出去的一个半岛 就是那个地方的相当于一个湖的边角 有好多的水草漂浮在上面 因为它尸体下去以后 尸体的背部就落在上面 他再把一些芦苇盖在上面 所以就看不到了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由于这个犯罪嫌人顾某 他连续杀了两个人 那么他也是有点坐立不安 小杨 还有叔叔阿姨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了过程中 发生了情况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很难过 现在有把我私人的心都有 对不起你们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 先我先介绍一下 道场嘉宾媒体人同母 情感专家张晓彤女士 欢迎两位 被害人小两口是苏北到苏南来做生意的 然后这个男的丈夫是家里的独子 所以你想着 爹妈老了老了 失读家庭真的很可怜 妻子呢是还有一个妹妹 现在呢双方的老人都在各自的老家 他们俩这么一被害呢 就剩下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无锡 这孩子怎么办 就哪个老人来照顾 还是孩子上哪边的老人的老家生活 现在不知道 而且老人 因为这小两口在这做得特别好 所以呢是双方家族的骄傲 双方的老人都指着这孩子以后养老呢 现在他们俩全遇害了 所以其实尤其是适度家庭的老人 真面临着一个养老问题 因此呢老人是希望至少这个 凶手的这个家呢 能给一点经济上的补偿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凶手的经济并不富裕 恐怕给不了补偿 所以这是被害家庭的情况 而凶手这一边呢 就嫌疑人这边 其实跟被害的小两口很像 这也是小两口 也是从苏北跑到无锡来打拼的 那个凶手那个男的是 我国山东一个特别著名的 即工学校毕业的 他是学汽车制造和修理的 然后呢 妻子是他同学 两个人跑到这儿 在4S店工作嘛 然后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而且现在打算要二胎 他还起诉怀孕了 他干了这么一个事 所以这一家也毁了 然后有什么仇什么冤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说起来极其荒唐 就是在去年 那个被害人找这个嫌疑人 买汽车的时候 由于本来有一个2000块钱的减价 但是他买的时候已经过时了 就是这个减价单位不给了 然后这个凶手呢 嫌疑人呢 特想卖做成这单生意 就自己搭了2000块钱 还是把这单生意做成了 被害人就买了这辆车 于是嫌疑人一直就觉得 我做这单生意的时候 给你搭过钱 所以你搭着我人情呢 你一准特念我好 咱俩是朋友 我买电脑的时候 我去找你买 你一准给我便宜好多 对方没给他便宜 而且那电脑后来还出了毛病了 然后他就生气了 生气归生气 这不至于杀人 竟然就杀了人 那就算是你当时脑子乱了 把气晕了杀人就杀人 人家老婆不在现场 没仇没冤都不认识的 还后来又把老婆给拉来 把老婆给杀死了 这是办了什么事 他怎么想的 您怎么截读他的行为 实际上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案子 特别的穷凶极恶 就觉得这人一定是一个 胆大妄为的这么一个罪犯 实际上咱们看这个嫌疑人 顾毛 其实他是一个 胆子极小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他给别人做了这些事 全是他的心理活动 我贴钱给你 我希望我在你这买东西便宜 这都是他的心理活动 我怀疑他贴钱这事 对方未必知道 可能他也就是单位的促销 对他同时满足一个 我在单位当消贯的欲望 同时他心里又觉着 我对你好了 你得回馈我 那么大家仔细去考虑 所有这些都是他内心活动 并没有和别人实现沟通 说交流 我上回贴钱了 怎么 他全用内心暗示自己 那么这个暗示的结果 又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那么真正的导火索 不是这两千块钱 也不是电脑坏了 那么在两个人搏斗的现场 他又被对方怎么 按倒在地下 他又打不过别人 这是那个导火索 那么他所有心里 积累的这些怨气 就是不满 欺负我 欺负我 你们都欺负我 你老欺负我 是这个心态是吗 这一瞬间 他完全失控了 为什么我说 他是一个极其胆小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胆大的罪犯 那他一定不会接 这个爱人的电话 那么他还害怕 还去接 由此可见 他是一个极其胆小的人 日常工作中 小片里同事也介绍了 他很老实 没有什么性格 恰恰是这一点 他所有的性格 都在心里 所有跟别人交集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都是通过 抹稀泥的方式解决 那么怨气在哪 在心里 得不到补偿的时候 就激发 在这我就要提醒 生活上很多人 工作上 领导给气受了 忍着 但是心里 看着人家生气 那么所有这些 没有特殊事件的时候 都没事 但是一旦有像顾某遇到的这种特殊事件爆发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 平时这人可好了 怎么干出这种事了呢 就是情绪不能再 尤其是负面情绪 就是小心眼 小心眼惯了 后来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导火索 对 他就爆发了 你怎么看 其实看完这个小片之后 除了就是感觉到遗憾之外 在我脑子中一直盘旋两个字 就是期待 我们看刚才大家也都分析到了 包括片子里也讲述到了 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顾某的 他自己倒贴了两千块钱 然后给了对方一个优惠 于是他就认为 我仗义 于是你也应该仗义 那么当我们通过这单生意交了朋友之后 未来我买你的电脑 你也给我优惠 当你没给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很多的这个愤懑出来了 那于是就有了后面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 但是我们想先跳出这个案例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期待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的人际关系里面 可能最为极致的一种表达 就是夫妻关系 就是婚姻关系了 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 在美国有一项调查 结果就显示出 当一个健康的这种期待 可能带来的是婚姻的美满 但是如果是一个过度的期待 最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婚姻的失败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数据很可怕 就是在美国有四到五成的夫妻 也就是这些亲密关系当中的夫妻二人 他们最后走向失败婚姻 他们离婚 也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形态当中 最为亲密的一种人际关系当中 都会遇到那个不对的人 因为你会发现 就采访那些离婚的男女 他们经常挂在嘴边 那句话就是 我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对方不是那个对的人 好 那这样的关系当中 找到对的人都如此之不易 那况且在那种不叫做亲密关系的 普通的人际关系当中 找到那个懂你的期待 并且能够回报你足够期待的那个人 有多么的难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来 就是我有没有充分的去表达 我对于你的期待 那么对于这个期待 对方是不是能够充分的去理解 并且去认可 我们两个对于这个期待 是不是抱有同样的标准 其实这都是画这问号了 而事实证明在这个片当中 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 于是就化作了所有的机怨 所以我想在人际关系里边 所有的合作里边 就是如果你给对方什么好处 你对对方好 希望就是你愿意对他好 但是你别有要求说 他必须的加倍的偿还我 到他不回报的时候 你再跟他翻了脸 别这样 如果你有那种期待 说他必须加倍回报我 否则我就生气了 那你不如一开始就别对他好 而且我在片子里注意到一句话 就是这个嫌犯顾某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做每一单生意 我都是把客户当成我的朋友 朋友是什么 是友谊 是爱 爱是什么 爱是付出 对 而他要求的是你得回报 如果你没回报 我就很生气 我就生气了 然后有一天就要报复你 这里边最可怜的 我还是心疼的一个孩子 希望他能转换环境 和同龄人在一起多接触 慢慢的接受家庭的这种 突然的重大变化 我也想插一句 其实这背后 还有很多其他复杂背景 我们明天的节目要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